大家好,我是蜂小叔 今天打算用茄子做一个好吃的家庭菜 首先把死尖的茄子对半切开 不用去地,摆入盆中 放入蒸锅里 水开后再蒸5分钟 准备两盒大蒜,根部去掉 然后再拍碎 把蒜头放入搅生器里面 拉成蒜蓉 今天就抽一下篮,不用高切了 像这样子的就可以了 准备几个小米椒 对半切开 也加入到里面 手已经软了 还不如我自己切了 加入一小勺盐调味 一小勺白糖 适量白胡椒粉 两勺生抽 三勺蒸鱼石油 搅拌均匀 蒸好的茄子我们用刀给它花一下 这样以便够烤的入味 然后再铺上蒜蓉酱 继续放入蒸锅中 蒸三分钟 蒸三分钟 好,关火 在表面淋一点蒸鱼石油 撒上葱花 淋入滚汤的热油激发出香味 一道快速简单的蒜蓉茄子就做好了 满口的蒜蓉味超好吃 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蒜蓉味 反正我觉得大蒜真的很好吃 这茄子真的也非常的入味了 每次我跟我老公去吃烧烤 就会必点他们的烤茄子 感觉真的是超级好吃 所以这样子在家里面做一个 真的是超级无敌香 这道非常简单的蒜蓉茄子 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做给自己的下午吃 好了,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 我是分小厨,下次再见,拜拜